大家好,我今天要去福岛县的大内树 那到大内树的交通室 从汇津洛松站搭乘汇津铁道 到汤野上温泉站 再从汤野上温泉站搭乘 原油浩巴士到达大内树 要注意的一点是 如果有使用JR东北周游券的人 往大内树交通最远只到西洛松站 所以必须要加买西洛松站到汤野上温泉站的列车票 我下车了到汤野上温泉站 刚搭的是这台车 可爱吧,红红的 然后我现在一直往下走 可以看到一个小巴士 才可以到我要今天去的地方 叫大内树 我现在是平日来 然后又是没有观光客的时候 结果人还是很多 就是这台车已经坐满了 所以要来的建议是 要记得预约这台车的座位 不然怕会没位置 不然就是提早来 我现在到了大内树了 然后这边真的超级壮观的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 它走到镜头后 从旁边上来的一个 类似步道的地方 然后可以看到整排过去 觉得非常喜欢 大内树位于福岛县 与河掌村 汉美山茅草屋之里 并称为日本三大茅草屋聚落 以前被作为驿站 现在则规划成约300公尺 并排排列的商家与民宿等等 好可爱的一间房子 这间店家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 这里卖了非常多的小物 超可爱的 还卖了很多这种竹制的编织品 淡珠汽水 150日币 还有卖一些腌制物哦 这间店卖了很多那种编织物品 小扭蛋 这很可爱 卖酒的地方 这一间叫做三则屋 是这边很有名的食物青葱桥卖面的创始店 我刚刚听到工作人员说 要等一个小时以上 所以我决定去吃别间了 现在随便进了一间店了 它是我刚刚在搭公厕的时候 他下车的时候给我一张这个卷 然后他是会招待一个这边的特色食物 然后我要点这个 这是它是用一个葱当筷子来吃的一个草麦面 我们这边在里面在吃饭 然后外面有卖一些小物 多功能利用空间 这个就是刚刚那个卷招带的 是一个毛鼠 蛮大颗的 来了来了 青葱蕎麦面 上面好像是放柴鱼嘛 然后一根葱 跟这个冷的蕎麦面 它的汤汁是直接加在里面的 我现在发现了一件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吃它 它就是一根这样子 你知道我是这样捞的食吗 怎么办有障碍 这要怎么吃啊 我这样吃是对的吗 我这样吃是对的吗 你可以吃 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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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说 就非常难用葱吃 所以就只是拿来给你拍照了 饿石 它这边还有这个炉籽 好舒服喔 热热的 一直闻到在烤这个的味道 超香的 哇 哇 台湾から来 台湾からです 台湾人です 哇 买了一个这个 煎饼啊 超香的 开吃 我觉得我刚吃的那个煎饼实在太大了 吃到后面会有点 干 然后就不太想吃 还是吃小的好了 重要团团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区 准备要离开大内树了 在人们散步与商家的忙碌声音下 离开的时候有一点不舍 我想我会一直想念这个景点 推荐给喜旺道老街散步 与对传统建筑物有兴趣的人哦 我现在要搭车回惠景罗宋站了 他连车站的外观都是茅草屋 哇 哇 我现在在贵金洛松城 又称为贺城 它是日本的一百所名城之一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赏银之地 但我想来这里是因为 它的妆网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 它其实是有点红褐色的 真可爱 买完票了 大人是520日币 然后它里面是不能摄影的 所以我就进去看一看 就不拍照了 我发现啊 它是部分可以摄影 然后部分不行 然后这一层是可以的 这一层的话是展示了一些石墙 然后上面两层就都不行了 我现在在天手隔上了 然后刚刚不能摄影的楼层呢 展示了一些历代的领主啊 还有一些那个时候的头饰刀类 或是一些壁画跟屏风等等 走下来的商店下面 它有那个一百名城的那个印象 在这里 哇 课程 所以如果要干一张的话 在这里干 层子出来后还可以往前走 可以看到一个叫茶室灵格的地方 没有卖抹茶喔 我刚刚因为有买那个天手隔的票券啊 它里面有付进去参观的门票 所以我就不用付这一笔钱了 现在还有一些枫叶 然后前方看到一个屋址 这不是我今天早上看到很多次的茅草屋吗 呵呵呵 这边竟然也有诶 这里就是吃抹茶的地方 也有室内的茶室 我刚搭车到骏山站了 然后等下准备搭新干线到山形站 来吃这间素食店 我好像没有好好吃过这一间 虽然很常看到 然后我点了这个母汉堡 是虾子的 我的晚餐 我点了一个 米汉堡 然后 抹茶牛奶 跟一个 黑毛和牛的 酱料的 薯条 没有 都没有吃过诶 酷 拍到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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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